作为西安的地标建筑 长约13千米的名城墙 在当地人的生活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城墙建国门下 每到夜幕降临 由一百余名中老年人组成的 西安金墙威合唱艺术团 都会来此联系 在首封琴 二胡等乐器的加持下 艺术团的表演总能引来为观 成立的已经今年正好是20周年了 已经20年 我们现在注册团有120多人 大概年龄应该平均都在60来岁 都是本着对音乐 对舞蹈的热爱 才聚到一起来 通过唱歌呢 大家增进了友谊 增进了身心的健康 张瑞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老城区附近的居民 之所以选择在建国门的城门洞里排练 一方面是能遮风挡雨 另一方面则是拱形的城门洞 能带来扩音效果 给人一种身处音乐厅的感受 艺术团除了唱歌 还会表演舞蹈 模特走秀 快板等节目 这种多元化的组合 吸引了不少热爱音乐的退休人员加入 自从退休以后呢 有几个月半年 就是感觉找不到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 自从加入了这个团以后呢 感觉有事干了 回家之后呢 也在就是学的歌 回家之后也复习 也练唱 然后和伙伴们 这些老年朋友们在一块 也特别的开心 在古老的城墙下 西安金强威合唱艺术团 用一首首慷慨激昂的歌曲 诠释着最美不过夕阳红 而在距离此地不远的老菜场文化街区 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一台音响 一只话筒 一把椅子 在这个简单的舞台上 西安歌手伊诺开始了自己的流行歌表演 通过网络直播 伊诺收获了一些年轻粉丝的关注 夜幕下伴着点点星光 现场的听众开始沉浸在音乐当中 每天在我们的老菜场这边唱歌呢 也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面对的是600年的城墙 当然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那么来自于我们这种情汉堂的这种文化和底蕴 加上我们的老菜场的这种环境 它是一种文化和现代流行元素的一种结合 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来打卡照相 所以说每天在这里呢都有一种 不一样的新文化的这种感受在里边 城墙的这头是红歌 那头是流行歌 虽风格不同 却各有所乐 在新老音乐会的带动下 附近欢声笑语不断 给老城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